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们必须承认 分手大师对整个事件的分析 已经远超过 他们率先提出了 蒋默然患有 人冷感症的判断 而我认为 职重有害 人冷感症指的是那些 不想或者无法与人 建立亲密情感关系的群体 这种人 不喜欢与人打交道 来 喝点水吧 谢谢 就像杰克小说家卡夫卡 他曾经三次订婚 又三次毁约 后来他一生都没有结婚 当然 这种缺失 虽然让他在人机关系上 异常平息 但是 在他的精神世界上 就十分的分析 他可以把所有的精力 全部放在自己的工作上 而让自己的事业 达到顶尖位置 从一到十 对自己的各个情况 情绪打分 然后将数值 带入公司内 任何重要性的看法 依次为一至五 所以在这个公司上 我们的得分并不高 蒋默然所在的公司 连续五年排行业内 我们对比年报发现 自从蒋默然入职以来 公司的业绩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不过继续数据分析的话 蒋默然的团队有双高 第一综合业绩排名第一 另一个就是人员流动率排名第一 很多员工离职的理由就是 老板过于严苛压力太大 其中有蒋默然开除的员工 占离职的一半 主管 这份文件绝对没有问题 我们都已经反复核对过很多遍了 第二页第三行 有点运用错误 第三页的第五行有出别词 第五页字迹不清楚 明显是打印的时候 我墨水不够 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改成 快 每天和机器人生活在一起 认识谁也受不了